只有經過民主程序的團結才是真團結 大家要看現在這個當下 蔡總統在2016年的得票是600多萬票 他並沒有辦法在2020年的時候 把這些選票全部再帶著走 換句話說 社會鄰居的力量已經分散了 並不是說我登記之後才造成這樣的結果 那當然過程當中我們要避免攻擊衝突 造成這個分裂 所以我例行君子之爭 我希望打一場典範的初選 我一直都是這樣做 你如果說認為說初選就會破壞團結 那國民黨也在初選 民進黨以前也在初選 初選就是民主的程序 行之有年 既有的制度 那大家跟著制度走 同時呢不管初選的結果如何 大家都心甘情願地接受初選的結果 大選團結一致 何來分裂之說呢 在我們登記總統初選之前 其實辦法都已經公告了 我想這個不難了解 那公告之後的辦法 理應要去執行啊 但是後來呢 先是時間的調整 本來是從4月10號 延到4月17號 這個還情有可原 因為總統初選 大家都沒理解 可是後來呢 又把立委跟總統初選的次序對調 到5月底 所以現在立委初選已經完畢了 總統初選理應在5月底完成 但看來啊 明天的中職會也沒有把握 會確認這個選舉的期程啊 那沒有新的公司就要按照 舊的制度走嘛 就原公告的方式來辦理 但是的確沒有錯 不僅僅時間沒有辦法確定 那也有人提醒 那恐怕在明天的中職會 黨的選舉辦法還會被更改 好比說 目前為止 我們的家戶的民調辦法 行之有年 2011年的總統初選 或是最近的立法委員的初選 通通都是用家戶民調啊 黨的初選辦法規定了一清二楚 好 現在有一說 說是應該要用手機民調 這個可以討論 但是要求百分之百 完全取代家戶民調是怎麼可能 同時還可以討價還價 80% 50% 好像蔡市場喊價 換句話說呢 沒有根據一個客觀的這個根據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有意義的 理性的 合理的 意見 這個我們都願意持開放的態度 來討論 那我要特別強調的是說 不管誰贏得初選 一定要乾淨贏 才有可能團結國 黨內 才有辦法凝聚社會的力量 才有辦法打贏這場選舉 那有沒有可能會脫黨參選呢 該脫黨的不是我吧 我之前都已經講了 就是說我接受選舉的結果 我也希望小英總統接受選舉的結果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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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